路口等红灯 耗制转绿 驾驶轻载油门 踩钢加速 竟然就撞车 就位阿婆骑着机车 忽然从右方横切入快车道 驾驶刚起步也来不及闪 撞车后 阿婆人车倒地 后座带地香芒果全洒了 但车主下车询问 阿婆是坚持不要报警 阿婆坚持不报警 又猛要电话 驾驶越响越不对劲 车祸发生在嘉义县 丁六国小附近 距离派出所只有200公尺 接下来到场后怀疑 阿婆是没有驾照 才会拒绝报案 发生这种车后疏故的话 一定要报警警方来到现场来处理比较好 有时候很容易发生纠纷 集邦表示类似情况 通常以假装车祸最常发生 会求自保 无论车祸大小 车主遇到类似的情况 一定要记得报案 否则事后很容易变成造讨纠纷 只有刘奇红配如嘉义报道